欢迎大家收看晶片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四个非凡的公司 无论谁赢得人工智能AI军备竞赛 都将成为巨大的赢家 人工智能AI可能使半导体市场 在2030年达到1万亿美元 以下是现在购买的三只顶级股票 欧洲的增长引擎正在失速 德国经济能否复苏 日本拨款450亿日元用于国内芯片研究 标普500指数首次收于5000点以上 大型股票集体上涨 请大家收看 四个非凡的公司 无论谁赢得人工智能AI军备竞赛 都将成为巨大的赢家 雅虎 愚人杰已经确定了 四家无论个别公司发生什么情况 都将在人工智能领域获胜的公司 ASML 台积电 英伟达和超微电脑 都是人工智能产业链中的关键供应商 ASML 制造光刻机 用于制造芯片上的导电线路 而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代工芯片制造商 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单元 在人工智能中至关重要 而超微电脑专注于服务器设计 人工智能 AI 可能使半导体市场 在2030年达到1万亿美元 以下是现在购买的三只顶级股票 雅虎 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 到本时年末 半导体市场将达到1万亿美元 麦肯锡将人工智能 AI 列为未来几年半导体行业 最大的增长驱动因素之一 目前值得购买的顶级股票 包括先进微设备 AMD 应用材料 AMET和博通 Broadcom 半导体供应商 AMD 最近推出了其 Instinct MI300图形处理单元 GPU 应用材料制造半导体制造设备 并提供支持芯片制造商的服务和咨询 博通是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商 专注于基础设施软件市场 欧洲的增长引擎正在失速 德国经济能否复苏 CNN 由于劳动力短缺 过时的基础设施 以及对德国商品需求疲软等一系列因素 德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前景 去年 德国经济首次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出现收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德国将成为2024年增长最慢的主要经济体 德国的问题也是结构性的 包括数字化水平低 只有19%的家庭通过光纤连接到高速互联网 经济学家认为 德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和产业重塑 以应对这些挑战 德国政府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些步伐 例如激励投资和放宽移民规定 但需要更多的举措来使经济走上新的轨道 然而 由于政府借贷受到严格限制 政治家们的权利受到了限制 这可能会阻碍大规模的支出计划 德国的商业模式也面临压力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 影响了对德国商品的需求 此外 德国国内政治气候恶化 执政联盟内部的紧张局势阻碍了政策制定 增加了企业的不确定性 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崛起 也引发了对右翼极端主义 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的担忧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德国在许多行业仍然是世界领导者 并继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该国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制造技术 使其处于强势地位 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的公司 可能是振兴经济的关键 日本拨款450亿日元 用于国内芯片研究 日本时报 日本经济产业省将投入高达450亿日元 3亿美元支持一个研究团队 开发先进芯片技术 这笔资金将用于 将尖端制造技术的研究 外包给领先半导体技术中心 这一举措 是国家努力迎头赶上半导体制造业 并支持国家支持的 Rapidus芯片制造的一部分 合同将持续5年 涵盖2纳米及以上的芯片技术 以及支持人工智能的芯片设计 标普500指数首次收于5000点以上 大型股票集体上涨 日经亚洲 标普500指数周五首次收于5000点以上 得益于大型股和芯片股的帮助 包括英伟达 据报道 英伟达正在建立一个专注于为云计算公司 和其他公司设计定制芯片的新业务部门 包括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器 英伟达股价也创下历史新高 Shopify看起来像是一只精英科技股 现在是困难的部分开始了 加拿大环球邮报 自10月以来 Shopify的股价飙升了84% 超过了科技巨头NVIDIA Meta Platforms和Microsoft的涨幅 然而 一些投资者担心 这家电子商务公司的业绩 无法与其股价相匹配 因为股价是被过高的预期推动的 Shopify的股价 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81% 市值达到了1130亿美元 而微软的市值为3万亿美元 东京电子公司将净利润预期 上调至22.8亿美元 受中国和人工智能需求的推动 日经亚洲 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东京电子公司 将其截至3月份的年度净利润预测 上调至3400亿日元和22.8亿美元 原因是 中国市场销售强劲 以及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增加 由于美国领导的出口限制措施 中国正在投资于 不受相关法规限制的较低级别产品 以增加自己自足能力 中国在去年10月至12月期间 占据了东京电子公司销售额的47% 较上年的20%以上大幅增长 创历史最高水平 2024年2月9日星期五 美国主要股指表现如何 美联社 标普500指数 首次收于5000点以上 这是过去15周中的第14个获胜周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 接近历史最高点大型科技股领涨市场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稍有落后 创下自己的历史最高点后略微下跌 债券市场上国债收益率保持稳定 标普500指数首次收于关键的5000点以上 CNN 标普500指数周五首次收于5000点以上 受到看涨情绪和积极的通胀数据的推动 这一里程碑出现在经济增长强劲 人工智能革命 超预期盈利和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期间 该指数在1998年达到了1000点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 2021年4月达到了4000点的前一个里程碑 标普500指数在1月份创下了多个新高 这在历史上通常会导致2月份继续创新高 达到5000点的进展是由一小部分股票带动的 包括英伟达、微软、Meta平台、亚马逊、苹果、谷歌和特斯拉 这些股票在2023年占据了指数总回报的相当大比例 晚间更新 特鲁多称贝尔传媒的裁员决定是垃圾决定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批评贝尔传媒裁员数百名记者的决定 称浙江侵蚀加拿大的民主 贝尔传媒的母公司BCE宣布将裁员9% 约4800个职位 特鲁多称这个决定是垃圾 并表示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地方新闻的时候 这尤其具有破坏性 与此同时 最高法院维持了一项联邦法律 承认土著民族自治权 包括能够制定自己的儿童福利立法 魁北克政府曾认为该法律违宪 但最高法院裁定该法律将有助于保护土著儿童和家庭的福祉 并促进和解 ASML展示了一台价值3.8亿美元 重达165吨的机器 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转变 彭博社 ASML控股公司展示了其最新的芯片制造机器 高NA级紫外线机器 售价为3.51欧元 3.8亿美元 重量相当于两架空中客车 A320 英特尔公司已经下订单购买了这台机器 并于2022年12月收到了第一台 计划在2025年底开始使用该机器制造芯片 该机器能够在半导体上打印出8nm厚的线条 比上一代产品小1.7倍 ASML的高管门认为 这个系统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至关重要 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存储 ASML是制造最复杂半导体所需设备的唯一生产商 其产品需求被视为行业健康的风向标 山姆 奥特曼 吹起了一个人工智能泡沫 路透观点 据报道 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ukman正在寻求筹集7万亿美元 以增加芯片产能并加速人工智能AI的发展 这一数字超过了以往的投资热潮 相当于未来20年全球芯片投资的总和 然而 筹集这样的金额是不太可能的 即使筹集到了 高效地利用它也将面临挑战 据报道 奥特曼已与阿拉伯联合球掌国政府进行了会谈 但可用的资金池有限 此外 芯片行业已经面临劳动力和设备采购瓶颈 目前尚不清楚 AI所带来的机会是否能够证明 芯片产量的这种巨大变化是合理的 据消息人士称 英伟达正在追求300亿美元的定制芯片机会 成立了新的部门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路透社原以匿名消息人士的报道 英伟达正在建立一个新的业务部门 专注于为云计算公司和其他公司设计定制芯片 包括先进的人工智能AI处理器 据报道 这家芯片制造商的目标是在定制 AI芯片的不断增长的市场中占据一部分份额 并保护自己免受越来越多公司寻求替代其产品的影响 该公司已经与亚马逊 微软 谷歌 Meta 和OpenAI的代表会面 讨论为他们制造定制芯片的事宜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Ryu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的新闻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看到了四家非凡的公司 无论谁赢得了人工智能的竞赛 都将成为巨大的赢家 这些公司包括ASML 台积电 英伟达和超微电脑 他们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其次 我们了解到人工智能可能使半导体市场 在2030年达到1万亿美元 麦肯西预测 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几年 半导体行业最大的增长驱动因素之一 值得购买的顶级股票 包括先进微设备 应用材料和博通 接着 我们关注到欧洲的增长引擎正在失速 特别是德国 德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 基础设施老化和对商品需求疲软等一系列挑战 经济学家认为 德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和产业重塑 以应对这些挑战 此外 日本将投入450亿日元用于国内芯片研究 以支持先进芯片技术的开发 这一举措 是日本努力迎头赶上半导体制造业 并支持国家支持的 Rapidus芯片制造计划的一部分 最后 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 首次收于5000点以上 大型股票集体上涨 这一里程碑出现在经济增长强劲 人工智能革命 超预期盈利和对降息的预期期间 总的来说 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 这给许多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然而 我们也要意识到 其中存在着一些挑战和风险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